过年要大扫除在彰化园林七百户的国宅 他们一口气清除25顿的废家具 清洁人员是狂搬了12趟才清干净 原来这园林市公所每年春节这段时间 都会提供免费的清运大型废家具 大家清除垃圾延绵近百公尺 当中光是床垫就丢了200多张还满到马路上面 不过现场不要的废弃家具 在其他人眼中可能是宝贝 还有人特地从外县市专程来寻宝 清洁队开来搬运车辆协助清运垃圾 这是彰化园林一处国栈前七百户住户 春节大扫除 共清除二十五顿废焦距堆成一座座小山 整个国家清洁周的总量来说 床板也比往年的多 就是床垫 你看今年这个床垫 比200床应该跑不掉 而飞机焦距中光床垫就丢了200多张 甚至还满到马路上 有人推测是否因为过往疫情确诊 居隔人多 干脆趁过年把家具床垫全换型 也换个好心情 不过废家具丢好丢满 主要是因为 园林市清洁队配合国家清洁周 共出动先步抓斗车 一步大拖车 在春节前为民众免费请理大型废家具 不过有些被丢弃的大型家具 却成为其他人眼中宝物 更有不少民众专程跨县市前来寻报 居民清出25吨废家具垃圾 清洁队狂搬12车次才全数清空 也让民众好过年 甲林一峰转华报道